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需要复兴的时代 华尔伦写道 在我们一切的需要中 最重要而最殷切的 便是在本会之间发起一场真正虔诚的大奋心 复兴是邀请我们离开其他的神 承认上帝是我们生命的唯一主宰 历代志向29章至31章 告诉我们西西家王时期的复兴 圣殿得到了修复 礼拜仪式得到了恢复 月节再次被庆祝 立位人被重新安置在侍奉中 恢复真正的敬拜 是真正复兴的核心所在 人们对复兴呼吁的回应 包含一个具体的因素 西西家说 你们既然归耶和华为圣 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 奉到耶和华殿里 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 凡甘心乐意的也将翻祭奉来 属灵的复兴承认上帝是主 而尊重他的一个具体方法 就是献上我们的礼物 新约中 该撒的故事表明 奉献是真正灵性复兴的结果 在欢迎耶稣成为他的贵宾之前 撒该是耶利哥最贪婪的人 他不惜背叛他的国家 失去他的朋友 放弃他的宗教 牺牲他的名誉 只为了得到更多 然而当救恩进入他家时 他受感动去付出比他所欠的更多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这是他对从耶稣那里得到的爱的回应 我们可以不爱而付出 但我们不能不付出而爱 属灵父亲的呼吁 在我们的教会和家庭中响起 当我们用十一奉献和承诺 就是定期和有系统的奉献来敬拜时 让我们表明父亲的信息 已经在我们心中生根 愿我们把自己的欲望放在最后 将上帝放在第一位